不少人聽到拉拉山可能會直接聯想到水蜜桃 其實拉拉山還有全臺灣最原始的巨木群 共二十四顆 不過拉拉山五號巨木 一開始推估有兩千八百歲 經過科學鑑定之後 其實是八百四十八歲 而二十四號巨木樹林則有一千四百九十五年 是全國森林遊樂區內第二古老 僅次於阿里山巨木群 人站在巨木前只剩渺小 要看盡巨木全貌必須抬頭抬頭再抬頭 拉拉山中年雲霧繚繞 完整保留千百年筷木巨木群 國內學者於1973年發現 而後由林務局進行調查 產年二十四顆紅筷及台灣扁駁 而這些巨木會合併生長 向三號巨木至少由六顆合併而成 合併巨木的樹林從外觀推估會不太準確 三號巨木胸圍比四號大三點七一公尺 但他三百二十六年比四號九百九十二年少 五號落差最大 原本推估達兩千八百歲 經最新樹芯採樣技術鑑定 下修至八百四十八年 最高齡為二十四號 有一千四百九十五年 僅次於阿里山巨木群二號 由於巨木怕受到豪大雨沖刷倒伏 為確保遊客安全 除了時常巡查 也必須定期監測與健檢 我們也特別針對土壤的移動的這個部分 有一些相關的監測工作 一年到兩年的時間 就會找專業的團隊 利用科學的方式再進行調查 全世界塊木只分布在北美 日本及臺灣雲霧帶 在陡峭邊坡拔地而起的紅塊巨木 努力靠著團結力量屹立不搖 在全國森林遊樂區前十大巨木排行榜 拉拉山五顆千歲紅塊巨木入榜 持續迎接日出日落 穿越春夏秋冬 活過人類無法棄籍的悠長歲月 記者林志美王新中桃園報導